格林多前书 第六章 你们中间有人与另一人有了争颂 怎么竟敢在不义的人面前起诉 而不在圣者面前呢? 你们不知道圣者将要审判世界吗? 如果世界要受你们审判 难道你们不配审判一些小事吗? 你们不知道我们连天使都要审判吗? 更何况日常生活的事呢? 所以,若你们在日常生活上有了应审判的事 就请那些在教会内受侵蚀的人来裁判吧 我说这话是为叫你们羞愧 难道你们中间竟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 能在自己弟兄中间分辨是非? 以致弟兄与弟兄互相控告 且在无信仰的人面前控告 你们彼此有诉讼的事就各方面讲 已是你们的缺点了 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宁愿受点屈? 为什么不宁愿吃点亏? 你们反而使人受屈,使人吃亏 况且,这还是失于弟兄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得成绩天主的国吗? 你们不要自欺 无论是淫荡的 或拜偶像的 犯奸淫的 做恋童的 好男色的 偷窃的 贪婪的 酗酒的 辱骂人的 勒索人的 都不能成绩天主的国 你们中从前也有这样的人 但是你们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 并因我们天主的圣神 已经洗净了 已经祝圣了 已经成了义人 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全有义 凡事我都可行 但我却不受任何事物的管制 食物是为度妇 度妇是为食物 但天主把这两样都要废弃 人的身体不是为淫乱 而是为主 主也是为身体 天主既使主复活了 他也要以自己的能力 使我们复活 你们不知道 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 我岂可拿基督的肢体 作为娼妓的肢体 断乎不可 你们岂不知道 那与娼妓结合的 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 因为经上说 二人成为一体 但那与主结合的 便是与他成为一神 你们勿要远避邪淫 人无论犯的是什么罪 都是在身体以外 但是那犯邪淫的 就是冒犯自己的身体 难道你们不知道 你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 这圣神是你们由天主而得的 住在你们内 而你们已不是属于自己的了吗 你们原始用高价买来的 所以勿要用你们的身体 光荣天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